我们今天讲一个很不妥的内容 酝酿上大号英文可以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可能比较后面再讲 我们先讲另外几个故事 第一个我觉得这故事 真是令人觉得cringe 但我们来看一下 可是我必须说写的很好 我本来有点想把它里面 想出一个点来当做标题 可是想不出来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是我 今天几个里面最想讲的 铺了半天来看吧 先把它读完 这故事好有力道 这简直可以写成百字故事 好 anyway再一次 而且你看我再强调一下 有时候故事写得非常利落 真的好利落 My son has brown eyes 就这么简单 我的儿子眼睛是褐色的 Brown My husband and I both have blue 他跟他老公两个都是蓝眼 其实我不知道 有没有所谓隔代遗传 眼睛颜色这回事 但他下一句说的是不可能 Genetically 基因上来说 It's impossible that he is his father 因为是儿子 所以老公他都用男生的代名词 所以基因上来说 他不可能是他爸爸 因为刚刚讲的 似乎眼睛是这样子 But he's not very good at biology So he doesn't know 但是他老公生物学不太好 所以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不可能是他爸爸 I dread the day 他害怕这一天 害怕哪一天 害怕他老公发现 生物学上的事实这一天 OK 我学到个新知识 就是儿子的眼睛颜色 一定不是爸爸就是妈妈的 不可能是祖父的 之类的这样 So I dread the day He learns this piece of trivia 所以这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就是眼睛一定会遗传 颜色这个小事情 所以trivia这个字就是 微不足道的小屁事 因为你说以人生的宏观来看 眼睛颜色的确是小屁事 对不对 但是他害怕这一天 因为他就 就 对不对 所以I dread the day 这个dread就是fear 简单来说 OK 好 诚惶诚恐的害怕 I dread the day He learns this piece of trivia 但索性的是 最后爆点来了 索性的是他跟他长得很像 What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的儿子 其实是他的外甥 You get it 你懂了吧 所以其实这个人妻 他跟他的老公的哥哥还是弟弟 头亲 这样子 生出了小孩 这样子 所以长得跟老公像不像 像啊 So luckily he looks like him Because he's actually his nephew 哇 你看最后这一句 好爆哦 所以这个故事写得其实很好 来吧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因为就是很棒的故事 值得再听一次 My son has brown eyes My son has brown eyes My husband and I both have blue Genetically It's impossible that he is his father But he's not very good at biology So he doesn't know I dread the day he learns this piece of trivia Luckily He looks like him Because he's actually his nephew All right 好 Cool 来 再继续看下去 下一个故事 I like to browse social media While it's having a poo But I worry my wife thinks I am up to something If I grab my phone And walk out straight away So when I've got one bacon I'll put my phone in my pocket A few minutes prior 句典 结束 好 在讲什么东西呢 来 I like to browse social media While it's having a poo 所以他喜欢在上厕所的时候 尤其上大好的时候 Go number two的时候 这个wildest就是while 其实同一个字 所以他喜欢在那个时候 逛一些社群网站 正常的吗 I do that too So I like to browse social media While it's having a poo 但他会担心 他老婆觉得 他会担心他老婆觉得 如果上厕所就带个手机进去 有问题 可能就是在干嘛 对不对 Right 在什么偷情或之类 或看一遍 Right So but I worry My wife thinks I am up to something So if you're up to something 就是你盘算着计划着 做点什么什么事情 就叫做up to something OK 盘算做坏事 You're up to no good 也有这样的一个expression OK So I worry my wife thinks I am up to something If I grab my phone and walk out straight away 所以要是他抓了手机 就直接走去厕所里 那他就会害怕他老婆 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所以当他酝酿要上大号的时候 所以他终于来了 So when I've got one bacon When I have got one That is bacon 所以他用了烘焙这个字 来预告上大号 所以酝酿上大号 你可以说 我正在bake这个大号 OK 我正在烘焙这一坨 听起来非常的脏 但是 你就知道这是OK的 All right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我有点 我有点等一下想上大号 I've got one bacon 好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可以这样说的 蛮可爱的一个说法 所以当他准备着 酝酿上大号的时候 I'll put my phone in my pocket a few minutes prior 他就会先把手机 在口袋里放好 几分钟前就放好 所以以至于 走去上厕所的时候 不会被他老婆怀疑 大家懂了 可以 All right So that's the expression Good 来 我们看最后一个 这里面 诶 为什么我没有 正合的这个 标识 但没关系 我们先把它读完 Excuse me Went to Paris with a mate for a weekend of culture Upon arrival I realized I realized I had three grams of ketamine in my pocket from a previous weekend Fortunate Customs didn't find out Didn't find it But also unfortunate As it meant We sat in the bedroom from all weekend Screaming gibberish to each other 这里一定要讲点什么的话 gibberish可以说了 这样子 然后这里我有underline一个东西 大概还过得去 来 神力的主持 I went to Paris with a mate 就跟个朋友去巴黎 For a weekend of culture 干嘛呢 去想要过一个有文化的周末 A weekend of culture 这个expression 可以过得去 我讲一个搞笑的东西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的 我很关心我脊椎的健康 所以我有时候会google 相关的东西 结果我就找到有那种 有一个专业叫做 整脊师 整脊椎的 那叫chiropractor 那这个行业 其实在西方社会里面 还算是 他的争议没有停过 因为 因为整脊师 其实出来不是医生 因为他们只有 学着去敲你的骨头而已 所以 你叫他们医生是过头了 可是我们台湾习惯性 也叫他们医事 医事这样子 而且他们已经 已经就是算是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我们会这么说 他非常的机构化 什么意思 就是 他有学会 他有办法拿到证照 什么这些的 这就叫做机构化 可以理解 像英文就是一个 非常高度机构化的语言 你看能够考托福多亿 这些东西拿证照 证明你的实力 然后有一些学校教英文 什么那些的 所以当一个东西 变得那么机构化 我们英文就叫做 institutionalized 好 讲这干嘛 讲回这个chiropractor 所以这个整集师已经是非常高度机构化的一个行业 那我在找这种脊椎方面的资讯的时候 也常看到整集师整集的影片 那这些整集师都非常知道观众要看什么 所以他们都会找那些身材非常曼妙的女生 然后帮他们整集 然后就咔咔咔一大堆声音 麦克风都先别好了 所以转脖子的时候 咔咔咔 那个声音有够大声 然后那个美女就 从来没有发出过这么样的声音过 好不好看 当然好看 那你说是在看一下整集吗 当然不是 好啦 或许一部分是 那看美女嘛 看他们穿得有点紧绷的衣服 在那边被折来折去 多么赏心悦目啊 下面留言区就搞笑了 就留言区就会出现 常会出现同一批人 他们就一直去找不同的美女 被整集的影片来看 所以他们会认出彼此 欸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然后他们又有一个非常 因为这个跟直接看A片是不一样的 看A片是看A片 看人家整集 是不会让人家觉得有文化多了 对吧 所以他们称彼此为什么 你知道吗 men of culture 有文化的男人 OK 所以他们就会在下面留言说 啊 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有文化的男人 so here we meet again men of culture 这样 好 我讲到这一代你懂了 但就让人家觉得 就搞笑了 也不是说自己在往脸上贴金 或者换个方式去掩盖自己的色欲 可是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好 因为你回来看这里 跟朋友去Paris for a weekend of culture OK了 那到了的时候 他了解 他发现到 upon arrival I realized I had 3 grams of ketamine in my pocket from the previous weekend 那之后才发现 他的口袋竟然有3颗的 ketamine 诶 哇 毒品 那这里应该是fortunately 逗点 那文化写得不好 无所谓 so fortunately 逗点 customs didn't find customs就是海关 所以他去巴黎 海关没抓到他口袋有 ketamine but also unfortunately 可是也不幸的就是 这就表示着 他们整个周末 上课 ketamine 就直接在 这个hotel的bedroom里面 都不用出去了 因为就整个飞到天上下不来 so as it meant so as they find because because it meant we sat in the bedroom 我们就坐在卧房里 all weekend 然后对着彼此呢 讲一些听不懂的话 因为在飞嘛 在high嘛 所以就讲一大堆 jibberish 所以jibberish这个字 我们通常拿来讲 小朋友的压压学语 什么都还听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jibberish ok 所以他们在 这个客房里面high 然后对着彼此叫jibberish 整个周末就过去了 没有读到 weekend of culture 这件事情 so that's that 所以这个故事 可爱了一点点 Alright 好了 到这里 大家可以了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